我国4月份的零售销售指数年比下跌1.2% 未能延续前一个月上涨2.8%的势头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受更高拥车证配额推动 汽车与摩托车4月份的销售额年比上扬25% 在各零售领域方面表现最亮眼 服装和鞋子则表现最差 销售额年比下跌了16.2% 餐饮服务方面 4月份的销售额年比上扬0.3% 延续3月份的涨幅 食品供应商的表现最亮眼 销售额年比上扬了21.3% 餐馆则下跌了7.5%